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如此 马尔他十字小屋Maltese Cross Cabin是南区B区的景点之一 主要原因是总统罗斯福在成为总统之前曾经在此居住 马尔他十字小屋就位于南区游客中心旁屋内摆设十分简朴 而罗斯福更在他的笔记中写道 在这里生活的日子是影响他日后成为总统的重要历练 前往罗斯福国家公园在欣赏野生动物成群的自然风光时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由于罗斯福国家公园地理位置偏僻 人烟稀少且没有加油站等商店 因此要驱车前往的民众一定要准备足够的汽油 粮食以及饮用水 至于想要在这里露营的民众则要注意 罗斯福国家公园共有两个露营地 并且采用仙道仙德志 且北达科他州由于气候温差大 所以最好的走访季节是春天和秋天 游客来到罗斯福国家公园 仿佛走进最原始的自然仙境 在观赏成群的野生动物时 也切记要保持适当距离静静静观赏 观众查询更多详情请上罗斯福国家公园官网 东西媒体在洛杉矶的总和报道